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看到总统府宣布驻美代表金普聪接掌国安会秘书长 而总统府表示这项人事布局是追求 区域和平繁荣因应经贸挑战跟处理两岸关系 做出的通盘考量 至于原本的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转任总统府资政 朱美代表则是由朱英代表省吕巡接任 总统府预计在下午会正式宣布这个消息 新北市长朱立伦认为今年的春节假期太短 呼吁中央让民众元宵节能够弹性放假 内政部市长肖家琪表示需要审慎评估处理 不过今年元宵节作业上确定来不及 未来是不是要修正应该要听取各界的意见讨论之后再做决定 而我们提到了元宵节很多民众会去领取的台北市马铃小提灯 今年是以充满梦想的旋转木马作为概念设计 总统做了十万展 那么在明后天连续两天从下午一点钟开始 在台北市十四个地点现场发送 每个人每天限领一展 民众要多留意了 到台湾的旅客越来越多了 联合国有一项报告 去年成长最快速的旅游地点排名 日本是以百分之二十四的成长率位居第一 而台北则是以台湾是以百分之九点七的成长率 成为世界第十 英国媒体针对台湾的观光旅游特色 提到台湾美食堪称亚洲最好的 还报告了故宫博物院杨明山的美景 具有丰富历史意义的寺庙 建议到台湾的外国游客千万不要错过了 金屋市人人都有的3C产品 在国外有一间专门提供电子产品保固公司 选出了十大最脆弱的电子商品 让消费者能够做参考 排名第一就是苹果的iPad mini 而苹果的iPhone 5S排名第八 第二名则是三星的旗舰机 Galaxy S4 那么根据统计呢 最脆弱的电子产品最前五名 就被苹果跟三星包版了 华尔街日报报导 IBM公司有意求售晶片的制造事业 但是会保留晶片的设计能力 就是他们最新的消息传出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经过过年之后年节的油价动涨 下周油价渴望会成为开车组 第一个好消息 下周国内这才油价格 汽油每公升预估降三角 柴油降四角 感谢你收看这节新闻NNG 我是谢立文我们再会